在恒州拱树保时捷中心 记得见到了关女士 她介绍自己的保时捷月车 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在这里买的 裸车价96万 车子第一次出现问题是2019年的1月份 开车回老家的高速路上 就发生了座椅脱轨 然后我是勉强开回来过后 他们给我维修了 维修了过后一个星期之内又发生了再次脱轨 我在开高速的路上 然后我就觉得座椅不舒服 不舒服我就那个车椅 是不是前后可以移动呢 我就调 调了过后就调不动了 调不动我就就近了服务区去停了 停了过后怎么调就调不动 关女士介绍 驾驶位座椅的问题接连发生过两次 都是自己在调整过程中出现问题的 当时车子都是行驶在高速上 第二次维修好后 没有再发生过同样的问题 直到不久前 4月8号在秀州高速上 突然之间冷冻液报警 然后拖到他们4S店 就说检查出来说是 秦桓水坝坏掉了 没跟我说什么原因 他跟我说制宝了 但是我觉得我新车 短时间的出现这种状况 我不敢开了 这种连续在高速上出问题很危险的 关女士表示 几次问题都是在开高速时出现的 已经对他造成心理阴影了 现在他不想继续开这辆车了 我现在开这个车上高速 我心里有阴影了 我要求他们退车 退车不至于吧 但是我短期内 我第一个坐椅脱轨是半年之内 购卖半年之内 然后这个循环水坝坏的话 这也刚刚保养没多久 也算是新车吧 连次出现这种状况 我真不敢上高速了 我也可以卖 但是我觉得出现这种状况 这不应该的 关女士希望拱束保时捷中心 能够给他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案 售后经理介绍 车座脱轨 可能和车座下步的杂物有关 但并不能确定 至于水泵还无法判断故障原因 他们之前提出补偿 关女士7500元保养券 并报销之前产生了打车费 但关女士没有接受 现场 记得也帮双方进行了一番调节 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然后我们也会跟 领导这边再沟通一下 然后也会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推车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是根据三包 如果说它是在三包范围内的话 我这边可以帮他去走这个流程 他已经不包含三包了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二手车的部门 如果说客户 如果说对这台车 他心里并不能说 达到他的预期或怎么样的话 我们这边也可以 就是说通过二手车的途径 帮客户去找一个买家吧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让他再次和了一带